神益不足 公司團 神益不足 官場補償再提高 官場補償再提高 工廠員工正必高喊 要公司給個交代 大同燃整公司日前宣布 10月29號要官場 面對無預警失業 還爆出公司不止積欠薪水 甚至苛刻特休假 工作25年僅僅給7天特休 讓這些老員工超級火大 集結到桃園市府抗議 特休我們是不是做滿25年 就有30天 他只有給我們7天 每年欠我們23天 現在追溯只有5年 只有補我們115天 如果論真起來 他要少我4、500天 那錢我要去向學藥 畢竟我們在那邊工作 我從17歲做到68歲 就69歲 從小孩子做到 做阿公的都還在做 所以我不符合去領埃 這次錢會誰給我2萬這樣 就慰勞我辛苦給我2萬 從年輕做到老資遣費 竟然只有2萬塊 讓老員工無法接受 這家桃園紡織大廠大同軟整 民國61年成立 創立超過50年 公司資本額2.8億元 還曾經被前經濟部長 王美華稱讚是紡織業的台積店 沒想到突然宣佈倒閉 裁涉台灣勞工81人 外籍移工60人 總共140億人 我們公司部分他們是之前提出 第一次提出來的方案到今天 其實都還沒有新的東西提出來 那我們其實在上禮拜五 就已經有反映過 這已經跟工會的預期是落差非常的大 我們是感到就是非常沒有誠意 員工提出3點訴求 94年轉換新制之後的年資 每一年加給一個月月薪資的補償金 一共部分要協助轉介 等待轉換雇主期間 應該要住宿和支付水電 一共如果要回國或沒找到工作 前返公司必須支付集票錢 另外還會追討極限的加班費 資遣費等 大量解雇勞工法的那個協商 自主協商的部分呢 跟資方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勞動局呢 今天就邀請了大同燃整公司 還有工會的部分 然後到我們這邊來做 第一次的強制協商 桃園市府出面協商 大同燃整公司 員工已經組成企業工會 要站出來捍衛基層勞工的權益 只希望調解過後 能夠拿到合理的補償 不要讓他們辛苦一輩子 還被這樣對待 明信吳瑞吳俊德 桃園採訪報導